8月29日,瀋阳故宫博物院推出建元87年以来最盛大的一次展出《圣经一针》瀋阳故宫博物院院藏珍宝展,53件清代的国宝级展品均为首次亮相。 记者在珍宝展的现场看到了多件镇馆之宝,其中,努尔哈赤宝剑饰养古朴典雅,做工精良,文室图案丰富多彩,具有极浓的汉民族文化气息。 是明万历23年,明朝廷为表彰努尔哈赤镇压朝鲜赤丰其为龙虎将军史所赐,作为其臣服大名的一种象征和历史见证。 本次珍宝展还展出了大量清出传世文物信牌,木质雕刻,刻有蛮、蒙、汉族三种文字,是后经刚刚兴起的时候军事上的一种通行证。 作为初始和行军作战期间,当地官员提供食素、马匹补给的标志。 据沈阳故宫博物院保管部主任李李介绍,沈阳故宫藏当时后经时期的信牌有好几百面之多,因为这些牌子都是用木头雕刻制成的,包括入关之后逐渐把信牌给取消了,所以在其他博物馆里都看不到这些,是沈阳故宫特有的灌草。 圣经一针沈阳故宫博物院院藏珍宝展为游客们奉上一场清出宫廷文化的饕铁盛宴。